马总统 你正在自毁啊 什么叫自毁 你的那个右轮那个窝炉已经不转了 你还在关左边的窝炉啊 那个灰机啊 多危险啊 我替你担心啊 自毁啊 事不可使尽 全市的事 事只尽破壁纸 你要思考你退场 自来问你 总统是要思考退场机制 人家自己怎么退场作为判断之一句 性格正在决定命运 要了解一个人的心思依赖非常困难 除非他得到最高权力 权力会暴露人性 欲经等最好啊 总统是灰龙在天啊 抗龙有悔 有一挂 什么意思 只知尽不知退 就会掉下来啊 好 做个结论 这句话是800年前 一位汉人在蒙古人王朝为官做宰相 叫做张养浩 他一生为官 汉人要在蒙古人的做宰相是不得了的大事 他退休写本书叫三世忠告 他说啊 他的为官之道 就是知机心知前 我把昨天这句话再阐释 我把它穿成白话 跟大家互相勉励 我来引述 人若人确切掌握 做人处事的原则 无论遇到任何环杂事物 不致方张 可以从容不破 加以处理 性自然 泰然安逸 绰绰有余 不管是马总统 五副总统 黄院长 或蔡主席等 我希望你们这种胸襟 知机心知嫌 运用资料 存乎一心 向这几位长官或前辈报告完毕 不过兰尾说 这个马元帅应该以大局为重 可是在马总统的心里 他的大局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逗王金平 在外人眼里看起来 他真的是不遗余力 他所为何来 我们看看马总统 从之前到现在的这个态度 其实大家还记得 在事情一开始发生的时候 马总统就火速的定调 是叫官说 而且火速的撤销了 王金平的党籍 而且一二省都已经败诉了 还正值九合一的选举 马总统还是坚持要上诉 所以他上诉到底的态度 是非常坚决的 而且在年前他接受专访 还有新春裁办的时候 他还特别提醒朱立伦 说党可是有是非的 所以是公然的还下了指导棋 那党高层就讲了 他说这个马英九告诉朱立伦 如果党旗案三省都说的话 我告诉你 还可以申请示线 说他还要申请示线 那知情人士也讲 说马总统用重话提醒朱立伦 还告诉他说 王金平涉嫌官说 是不是适合出任不分区立委 甚至担任立法院长 党中央你可要再慎重的考虑 所以他甚至能连防止王金平 连担任这个不分区立委 他都不要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马总统从一开始 关说案爆发之后 到现在他一贯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这不是关说 那什么才是关说 国民党如果不能够做出 撤销党籍以上的处分 我们等于是 默许司法尊严 被继续的践踏 我们并没有任何 要去打击他的诱因或者动机 但这个案子涉及到 一个很重要的大势大悲 就是司法官说 国民党是一个 有是非讲道义的政党 这些核心价值 带领我们党 度过了120年的时光 所以还是请教一下预扣了 马总统到底跟王金平 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还是他单纯 只是想把王金平拉下来 那是王金平 现在到底爱着他什么了 而且呢 主要好处想到他其实马总统 是不是真的是在坚持 他自己的价值 可是有人说 他根本就输不起 你怎么看呢 甚至这个党内有人开始担心 这可能是另外一波 马朱正争的开始 有可能吗 他跟王金平有深仇大恨 这是路人皆知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出之而后快 那当然除了2005年的那一次 党主席选举 那时候王金平 其实恨他比较多 但是你知道马英九 非常知道王金平 对他的这个心存借议的这个状态 那当然也是 2003年的9月 他对王金平发动 这个战役的时候 他是最希望福茂协议过关 那时候你看起来 他的历史定位的要求 是要马王 马席会的 那这个我们把时程倒过来看 2013年就是如火如荼 透过各种管道 想要促成马席会 那马席会其实在张显耀所透露的信息里面 就我知道还有一个 他也跟相关人士说到 习近平那边对于马席会 也有一个前提 是希望能够通过福茂协议 所以通过福茂协议是蛮久 迈向历史定位 所谓马席会的一条 这个一个大门 那王金平在立法院里面就不帮忙 那所以2013年好不容易得到这个 可以杀王金平的机会 当然除之而后快 其实我在第一天呢 他们开记者会的时候 傍晚我就有跟当时他们里面的人士通电话 其实他们当时最觉得这个 是要除之而后快的 其实理由就是王金平才不合作 这是事实 那必然 因为那个时候 他的民调还没有那么低 好 接下来的这个 司法的这些这个变化 那当然跟马英九的总统的处置 以及他的这个小看 这个王金平的对抗抗衡的压力 低估了王金平 对 完全 其实王金平 你知道人家说王金平当时抽屉里就有一个准备 你要把我干掉部分区委员的所有的规划 因为许舒博的那个党籍的那个家属份案 据说背后的顾问就是王金平 所以你这个作战又不知己知彼 连打一个王金平都不知己知彼 跟习近平也不知己知彼 老实说 你跟刘文雄也没有知己知彼 所以你的那个两议员的案子 那更别讲其他的这个评论的人 所以就一败涂地 他昨天呢 这一番诚实 确实是他自己的心声 这很可怕 你知道吗 如果说他只是觉得 哎呀我要这个表达一下 我是今天晚报说他要表达他的立场 如果他只是表达立场 我觉得还可以说是他是一个政治动作 但是据我对马英九总统的理解 我不知道你们其他人怎么看 这是他的真心真意的看法 他觉得你们都是相愿 都是欢喜 你只有我是情正爱 明清廉 维护核心价值的 那真是吓死人啊 那就是那种 国王以为自己是国王 比疯子以为自己是国王 还危险的一个状态 对他们继续对朱立伦 也不是 但是他是一个色力内人 前居后宫的人 他昨天讲完了之后 他发现各界反应都非常差 你以为他这个不在意各界反应吗 各界反应的差是差到连林玉芳 赖世宝 吴玉生 谢国梁 廖国栋 廖正景 这个吴玉仁 李贵敏国 把所有的名字都讲出来了 几乎全盘的国民党的立委 全部都欢呼朱立伦 你认为他们是在欢呼朱立伦吗 他们只是表达自己对马英九的这个 这个不以为然 然后去取得一个名义的市场吗 那马总统会不明白吗 所以他今天就说了 哎 瑟利内人吧 昨天凶得要死啊 今天说 我没有下一步动作 哎 真奇怪了 你磨刀祸祸也 要杀人了 结果怎么不出来啊 刀 不会啊 他今天说了 第二 我不退党 有没有 哎 你不退党 那人家可以把你开除吧 你怎么可以骂主席 骂成这样呢 你怎么可以骂现在的主席 是相怨或悉尼呢 摧毁核心价值呢 相怨的是你吧 你的属下在外面 这个啪啪走乱拜年 代表你 你也不处理 那所有的事情吧 你的阁源去跟财团 这个眉来眼去 去拜会人家 失去官品官真 你也不处理 相怨或悉尼的是谁 大家眼睛睁很大 核心价值 我请问你 你清廉核心价值 在刘文雄三度进特征组约谈之后 你还好意思讲吗 对不对 国家机密 这个特征组说内容不可以讲 而且据我知道 哎 今天的段伟员不在 据我知道 雅翔工程他所说的这个 呃 一亿的这件事情 特征组也约谈了 那跟别讲说 未来会不会查金流 我的意思说 马英九 这些不是外星人的讯号 这个 嗯 这个也不是天线来的讯息 这个是白纸黑字的事实 你还敢睁着眼睛说 你清廉 拜托 我这小党员都比你清廉了 那讲情政 你情什么鬼政啊 你这情政就是到处去做秀 骚扰人民 然后也看不出什么 所以然 爱民 这个我要讲话了 你大巨蛋案 逃生案 你都不care 你爱什么名啊 人命关天 草菅人命 性命的事 你都可以让你的秘书长 李树德 跟建商 这个建商 他虽然是这个 这个牟利第一 那你市政府官员 刘培生跟你检举的时候说 这个逃生案原来是四面空地 十二分钟之内逃生四万人 那你呢 你后来呢 后来不是跟你讲逃生有余吗 现在磕批 人家是个医生 已经说为了逃生 要打掉大巨蛋啊 我不要讲说你有没有勾结耶 更不讲美和事 一百八十个老百姓 不是你的人民吗 那些人一瓶六万块钱 卖给了政府 土地 建商可以一瓶六十万 卖房子耶 马总统 什么叫做爱民 你没念过书啊 湘院 霍西尼 摧毁核心价值 这篇文章好得不得了 把朱立伦三个字改成马英九 就是马英九总统卸任的安全下庄的历史定位记录 问一下国民党议员 问一下齐欣 你们的马大元帅怎么样 真的会大局为重吗 今天晚报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马总统昨天只是要清楚表达他的意见而已 他说什么 他不会再有动作了 而且也不会退党 因为有些晚民跟他讲说 马总统退党的话就被开除党籍 朱立伦和王金典的民调就可以爬升大概二十% 那他今天讲了 真的不会再有动作吗 可是人家都在担心说 马英九藏九的这个个性 他真的就会放手吗 他去去后宫啦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任的党主席 朱立伦必须要对王金兵的司法案件做一个处理 虽然大家认为说在时机点上面的选择 前一天才大家新春团拜互道恭喜 隔一天你就在中场会做这样的宣布 好像有打脸的意思 但是就我个人的判断 我觉得包括大家在质疑说 事先你好像没有告知马总统或者马前主席 告诉他说你会有这样的动作 各位试想如果你是朱立伦 你如果在中场会前一天团拜的过程当中 在互道恭喜之余 你把马总统拉到一边说 报告总统我明天中场会可能会做这样的宣布 你觉得马总统会做什么反应 他必然会延续他一贯的论调 告诉朱主席大是大非 不可以获悉你 他已经讲他在台上讲了 对 我说因为马总统应该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只他可能没有预见到会这么快在隔天 在中场会立刻就做宣布 但是我觉得以朱立伦立场各位试想 我们如果异地而处 他如果事先告诉马总统 马总统如果又极力反对的话 他会处在一个僵局 他宣布也不是不宣布也不是 那各位看看 从中场会欢声雷动 包括很多过去是属于马系的立委来看 或中常委来看 就表示这的确是国民党现在目前 多数人的一些共同心声跟想法 当然我必须这样讲 马总统作为一个前任主席 以及当时他说过的话 其实已经是覆水难收了 他当时以总统的身份 以党主席的身份 异正言辞开 记者会说如果这不是关说 什么是关说 甚至主张要穷尽司法的手段 甚至不排行 要用视线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今天即便朱立伦有不同的考量 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司法案件 但是对于马英九来讲 他必须对自己的立场有所交代 也必须要对党内 甚至党内外所有曾经认为 他的主张价值是有道理的人 有一个立场的交代跟说明 所以我觉得今晚报所陈述出来的 马英九用1500个字 把他自己这段时间担任党主席 对于王金平司法案件 所主张的一个坚持的价值 或许不见得人人都认同 但是不要忘了 对于国会议长涉入司法官说这件事情 以及司法的判决内容 要介入到一个政党的党纪的处分 甚至他的组成分子 是不是有民意授权这件事情来讲 的确在国民党内 甚至在一般社会有不同的评价 大家就像刚刚年话说的 未必都同意马英九处理的方式 但是这一关说案 以及司法判决的内容认同的 也未必是占多数 所以我觉得在马英九的立场 他必须要有所陈述 必须要有所交代 正在朱立伦的立场 我也希望马总统真的能够听进去 也体谅朱主席的为难之处 今天虽然说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国民党要一分为二 甚至这个马吴结盟 甚至朱王结盟 大家不相对干 不大个意思就是说 马总统会继续挺吴敦义吗 我真的不这么认为 理由很简单 今天如果是分裂为二的话 假如吴敦义真的还想角逐大位的话 你觉得跟马英九紧密的结盟 对他来讲真的是最有利的方式吗 你说他也要跳船了吗 吴敦义怎么办 我不敢讲他一定跳船 至少他现在还是副总统 那我觉得就朱立伦的立场 他也未必用这个方法 来跟王金平做紧密的结盟 或是将来朱王沛或王朱沛 为什么 他是一个新任党主席 大家既希望在朱立伦身上 他或许目前看起来 是帮王金平找出了 争取大位的一些绊脚石 但是你说从此王金平 竞争大位 竞争党内的总统提名 就一路开绿灯吗 也未必然 刚年后来特别提到 我们就司法案件本身 他用不承接来解决这个司法上的争议 可是就考纪会的案件来讲 还是留给新组成的考纪会来 错理王金平的案件 所以这个案子并没有完全结束 在国民党内部来讲 所以我觉得 未来不管是王朱沛 朱王沛 甚至就朱立伦的角度来看 他应该是要广结善缘 他必须要团结国民党内的各个山头 各个势力 因为对他来讲 只有团结 能够凝聚各方不同的力量 不要忘了 他春节期间 连理的会前途中都去拜访了 对他来讲 对 包括大家讲的 宋楚瑜主席 包括这些我们过去认为是有党的 泛蓝的 那么值得情义的 值得结合的对象 都是朱立伦作为一个国民党的新的主席 以及大家所寄望的未来领袖 必须要去结盟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并不认为说 一定变成是两帮 大家拉帮结派 互相去对抗 大家还是以各自的利益 而这个各自的利益 要符合政党的利益 以及人民的取向 我并不认为说 马上会有这样一个分裂的危机 请教授姚老师 今天有内幕说什么 为什么朱立伦 昨天必须快招展乱 因为他都每次碰到马总统 马总统都在关心王清平这个事 那他又很婉转跟他讲说 我不承接了 马总统还是不同意 昨天指导就硬干 现在问题是他问 那这个干完之后 这个快招展完之后 马总统真的就松手了 真的会像胡大哥讲的 就变两派吗 马总统就拉着吴敦毅 或者他的行政权 拉着情职单位 他自己成一派吗 那朱立伦跟王清平 两个变成一派吗 我相信朱立伦不会幼稚到 或者单纯到以为马安九就出局了 马安九百分之百呢 即便到了他任期的最后一个礼拜 他还有很强大的行政权在他手上 就好像他把那个落选的 这个台中的这位独选的立法委员 找回来做政务委员 就多一个他的人了 他不会就这样子束手就擒的 那各位都知道 这个世界的历史发展从来不缺政治疯子 还有什么招啊 对啊 招费非常多耶 还不止一招啊 所以你要晓得马有绝对的权力 他有行政权在手上 他也可以干扰 立法权的 他两岸关系 他还是可以作业的 谁说 马熙会就中断了 至少他没死心啊 他 对不对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那个海山的政权 我如果现在回应 看了前两天 才看了一篇文章在过年的时候 说在美军都已经到了科威特 快把科威特拿下来了 他还觉得他可以对抗美国 两个礼拜以后 他躲了地窖里被抓出来 杨老师 人家国民党立委已经很担心了 所以 马大元帅要大局为重 你还这样讲 所以现在朱立伦 朱立伦我请问各位 他也可以不再回话了吧 他回了 就说现在一来 有一往 且再有一来 你相不相信还有一往 二来二往以后 你不觉得会有三来三往 他不会停 朱立伦可以不回吧 就像大家讲 马英九可以不回这样的道理 马英九可以不要讲话嘛 虽然大家都知道 他不会满意 可是不讲话也是一种回应啊 可他回了 而且还回了这么多 这么快 那朱立伦也回了 是不是两边 马跟猪还会在一起 对啊 这个是很明显的 现在 党跟正 是已经双头马车了嘛 老师叫马王正正变马猪正正了 这我看是百分之百是马猪的问题了嘛 这已经不会相让了嘛 所以 你想想看朱立伦回的还不够明显 朱立伦回的方法 居然是用马英九的话哦 是用大是大非 他说我们要有大大非 而且要彼此尊重 我差点 我差点就没讲出来一句话 就叫做说 干脆纯同去义好了 可是刚才 我们中信兄那一段 感觉到好像大事已定啊 说王朱宋 把宋把文雄也抓进去了啊 那文雄没回嘛 这点应该让文雄来回了 我这多话 人不认为啊 这无认为啊 大人的事情 不是 可能大人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看 要看得清楚一点 谁说宋一定要跟朱和 因为宋 虽然我 还是去跟 宋应该不会去选那个 那个大魏了嘛 如果是有王的话 他应该也 更何况 他现在路子多宽广啊 对不对 蔡英文也可以蔡宋啊 对不对 王也很希望跟王宋啊 对不对 朱大也很希望拉宋啊 何必呢 所以 所以 我心情 所以我 所以我只是说 我只是稍微说明一下 中信刚才说 讲到王朱宋 好像已经就 反正马就出局了 这个恐怕还演之过早 不要讲说对方还有行政权 这个局还没有那么定 现在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我随便讲个小 小插曲好了 年轻人 告诉我第一次 我把他当玩笑 可能只有一个人的那乱编故事 等到两个人互相不认识 告诉我同样一件事 我就可能觉得是真的 就是他们都听到了 接到电话说 有电访 这个周美清还是 蔡英文 你支持谁 换句话 把周美清放进去做调查 做民调啊 这认证真正的民调 而且访问的人就准备叫公司 所以他们说什么 第一个你总统不见得是 他们真的在操作周美清吗 我是不是在操作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information吗 因为所有的information 都是扣扣比我们多得多吗 所以可是重点 我姓周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本来这个当时 一个空穴来风 可是当那位前新闻局长 我就不讲名字了 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就胡又伟 哎呀 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大家都觉得不什么 可是我也没当回事 可是马英九的个性 是这么涉及到他家人 而且这么不可能的事情 他应该三小时八小时 他就回了嘛 至少周总说一句话 这是空穴来风 这是人家自信的 没讲话 没讲话话罢了啊 有一位非常挺马的先生 恩生生写了一篇文章写出来了 还把那个论述前言后语 写了一把套 你讲的是吴俊吗 是你的老同事才对我老朋友 我跟学长 我跟学长发誓中评委 他我补充一下 他就因为一些关系 还蛮网络还蛮 他也不会随便乱写吧 他交友很广告 他也不会乱签嘛 奇怪 这个民调公司 你说已经有开始要调查 不是 我是一段一段讲了 我是从小孩子的民调来印证我前面感觉到说有点不在对劲的话嘛 因为 这什么不对 这蛮好玩的 你也觉得好玩了 中党选举多好玩 女人跟女人打 挺好的 所以我刚才用海山来形容那个政治是有的时候走到极端他会疯狂的 中美清如果出来我当然尊重啊 我先讲尊重他的参选权 他要出来也经过民调 这我都不反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太疯狂了嘛 这个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现在恭喜一下蔡英文好不好 虽然中美清也不是等闲职费了啊 可是这个太疯狂的想法了嘛 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真的不觉得宋先像这样子被万方瞩目的人 会就这样子再回头又支持国民党 好像你马家要包办了 八年做不够 再来八年 马氏王朝 这就是他的 各位一定要记得他过年时候讲的话 叫反击 你们刚才还讲说他意志非常坚决的 我不管那个客观事实能不能支撑他这个坚决 他主观一向是很坚决的 不管成不成他就是要更干的 好了那这个样子 刚才所有的那个所谓国民党好像已经 他已经出局了 只有一天新闻了 或者说今天朱立伦为主了 大家不要去故意 恐怕我不能做这样 想因为为什么 如果是国民党家务事罢了 而是新的一轮 如果朱立伦跟马氏 又这样子你来 你往的 我做这个政务还要不要推动 夜十六月 来来来来先让胡大哥讲一下 那你一直在讲究什么 王金平朱立伦跟宋楚瑜 杨老师就直接挑战啊 我不是挑战了 我只在问这个问题 我说以目前的形势 哪怕王朱宋能结门 还是五五波可以一波胜负未定 对 大患难的主额 这样才可以一波而已 还不知道输了 好 前二共总书记赫如雪乌泰格 这是风子策略 不按牌理出牌 有古巴危机 柏林危机就这样子 我这不懂 但是呢 都输 实力是王道 美国是又摊牌 所以风子策略再怎么玩 问题是马总统你有没有实力吗 我告诉你 鸡塞骆头穿三顺年 我要谈一下吴敦毅 一定要谈 立庭 其实吴敦毅副总统的行政干财 我公开肯定 从县长到行政院长 论行政绩效 我公开说 台湾 我看只差宋主席主席 我这样是很公平的吧 很公平 就是说 可惜 实不我已 一 我这两句话都是 吴敦毅副总统跟他的装脚讲 装脚 引述 抱歉 我在你们那边有卧底的 他说 他都用口罗的说 我吴敦毅 这两个吴敦毅 我不能跟妈研究切割 吴敦毅 能做党义书长 行政院长副总统 坦白讲 贵人就马英九 对好事啊 对啊 他不能切割 现在不能切割 谁都可以切 吴敦毅不能切割 饭 感谢观看